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政府宣布由11日起疫苗接種計劃下的24家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不包括市街醫院,將會向60歲或以上人士派即日醜 讓他們在派醜號當日的指定時段在接種中心接種新冠疫苗 政府發言人說,考慮到部分人士可能需要家人或照顧者陪同照顧 所以每位人士可以由最多兩名照顧者陪同接種 而陪同人士可以一起接種新冠疫苗 而8月份內,24家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每日合共派發大約4,600個即日醜 隨著全球越來越多人接種疫苗 政府早前說,海外地區由今天起 改以高中低三級劃分疫情的風險 防寬高風險地區已打針港人回港 如果已經完成接種疫苗 而且驗出有抗體的中低風險入境人士 更可以縮短檢疫期到7天 值得留意的是,只是被劃為中風險地區的美國 疫情重新升溫 近三天的新增個案,平均5萬多宗 而過去兩星期的輸入個案 也發現34宗個案中,有近三分之一都是來自美國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 美國疫情與英國疫情相近 既然英國要檢疫21日 美國最少可以檢疫7天並不合理 認為兩者檢疫要求應該看齊 他又重新有抗體不代表不會染疫 建議即使有沒有抗體 最低的檢疫要求應該是14天 科大向全體學生發電郵 要求所有定期進入校園的師生 在網上系統提交接種疫苗紀錄 或定期病毒檢測結果 並且進入校園時出示電子通行證 否則會立即被禁止進入校園 以及使用設有出入管制的校園設施 包括學生宿舍、圖書館和體育設施 科大說措施的適用對象除了師生 也包括住宿舍的教職員、家屬和家庭員工 定期訪客以及校內常規服務承辦商員工 校方會根據疫情發展檢討 並在今年年底公布後的安排 又提醒學生如果無法符合規定 以致未能進入校園 可能導致未能滿足出席率或課程要求 或缺席考試等潛在後果 內地在過去一天新增125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94宗屬於本土感染 其中河南佔41宗、江蘇佔38宗 另外有31宗是境外輸入病例 新增無症狀感染者有39宗 境外輸入佔31宗 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或疑似病例 就著疫情和巴士迪布總編輯李棟一起聊 李棟,最近內地有關是否與病毒並存 引發了一些討論 有什麼解讀呢? 你好,Yunice 早前有些內地專家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都會提到中國是否要考慮學會與病毒共存 而前國家衛生部長高強近日在《人民日報》稱讚文 就說內地的抗疫並不是單靠打疫苗的 而是要通過嚴格的隔離控制措施 以最快的速度切斷病毒傳播鏈 多次實現本土疫情零感染 認為人類和病毒是什麼關係呢? 高強就認為有你沒有我 你死我活的關係 外界就有分析認為是否內地出現了兩派的意見 在分析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 其實高強的文章的重點是什麼 他在文章裡面回應了一些內地專家的看法 文章提到有些專家認為 英美等國與病毒共存的抗疫方式是開放性的 而中國以隔離控制為主的抗疫方式是封閉性的 認為在歐美國家通過了廣泛接種疫苗實施群體免疫之後 中國的對外開放可能會陷於被動 主張就是學會與病毒共存 實現與世界的正常互通 高強在文章裡面就認為 中國與世界的互通必須是健康的互通 安全的互通 符合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互通 而不是盲目的互通 也不是不計後果的互通 他認為當前中國能否與世界實現正常的互通 並不是取決於內地的疫情控制 而是國際疫情形勢而決定 他認為在國際疫情嚴重反彈的情況下 中國是必須堅持對入境人員實施 實施嚴格的監測和隔離等防控措施 而不是切斷和世界的聯繫 而是對人民的健康和國家的安全高度負責的表現 有些專家認為最近南京爆發的疫情 迅速傳播到多個省份 暴露出一些地方在疫情的管控 存在重大的漏洞和失誤 應當深刻反思 吸取教訓全面排查 落實整改 高強說他是完全贊同這種觀點 他認為中國的抗疫戰略是精準的 疫情管控和廣泛的接種疫苗 並行的雙保險戰略 而不是用疫苗群體免疫 以這個疫苗群體免疫 取代了疫情嚴格的管控 更加不是與病毒共存 他認為南京疫情的慘痛教訓 正好告訴內地的情況 在廣泛接種疫苗的情況下 中央提出的常態化 疫情管控仍然是中國抗疫鬥爭 必須遵從的重要指導方針 中國不單止不能放鬆疫情管控 還要進一步修補一些短板的地方 堵塞一些漏洞 在一些強弱項裏面去做這個檢視 以及堅持不懈地做好疫情監測的預警 他說這不是與病毒長期共存 而是要消滅病毒為長期的鬥爭目標 對於與病毒共存這種說法可不可行呢? 高強就說絕對不可行 他認為英美等國與病毒共存 已經為全球的抗疫形勢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中國絕對不能夠重度覆設 只要疫情仍然在國際上廣泛流行 中國嚴防境外病毒輸入的方針就不能夠改變 堅決切斷病毒傳播傳染鏈的策略就不能夠改變 早發現早控制的目標也不能夠改變 至於中國何時可以開放國門 以及如何開放國門 高強認為應該根據國際疫情的控制實際情況 從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出發 適時作出安排 在嚴防境外輸入的同時 各地就要盡快控制疫情的傳播 也都應當根據實際的情況 適時轉換抗疫工作的節奏 以及調整抗疫工作的措施 適時恢復正常的經濟社會活動 我自己看完高強的文章 我就覺得他不是完全反對通關 而是說在全球仍然爆熱的情況下 今年內要完全開放對外國的通關機會就不大了 其實內地的通關問題可以分開國際和對港澳 內地對港澳主要就是看兩地是不是長期清零 但如果好像香港可以保持長期清零的情況下 等到內地這一波疫情過去之後 再進入到較長期的清零狀態之後 香港和內地仍然是有機會可以討論 就是免隔離通關的問題 其實之前澳門也曾經和內地有過免隔離的通關 只是今次內地和澳門都受到這一波的疫情爆發影響 而暫停了 我自己覺得其實中國就不可能說 在較短時間之內改變動態清零這個防疫措施 就轉為好像歐美的 好像轉為就是嘗試歐美那種寬鬆 甚至是所謂群體免疫的路線 其實我覺得內地有些學者所提出的共存 相信他們的本意也都不是說主張放鬆 目前那個防疫體系的 而是說病毒會反覆地入侵中國就是難免的 中國是要不停地加強精準防控 降低動態清零的成本 所以結論就是內地的專家學者 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不同意見 Eunice 謝謝你和轉看其他消息 去年2月29日 示威者號召到太子站悼念831事件 前附警陸兵日在旺角示威中 向人群拋膠水樽 經審訊之後被裁定一項 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聚成 裁判官鄭念慈今天在九龍城法院說 案發的時候聚集人數更多 被告釘水樽行為或引起其他任務房 造成涟漪效應引致事件一發不可收拾 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環境和聚集人數等 認為需要判處具阻嚇性的短期監禁 以8星期作為量刑起點 被告背景良好 著情減刑去到7星期監禁 前年10月27日有網民發起追究警暴遊行 當晚多人在長沙灣政府合署外聚集 期間有人中訪 33歲電腦技術維修員鄭志聰 當晚被捕被控暴動 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和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共三項罪 他今天在區域法院承認暴動罪 但否認另外兩條控罪 洪方就另外兩條控罪不提政公起訴 並將紀錄全黨 法官曾廣次裁定被告暴動罪成 考慮到被告身家清白 過往沒有案底 索取他的背景報告之後 還押到8月27日判刑 法官說控方對被告已經十分仁慈 因為依照他當時的裝束、動作和身上檢獲的物品 是絕對有法理基礎控告他串謀中訪 意味著刑期將會更長 現階段沒有證據顯示 裝汽油的玻璃瓶是屬於被告 所以被告如果願意向警方提供更多資料 將會獲刑期減免 但就強調坐牢是唯一的選項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